哈佛家训 聪明的瑞迪 18岁的瑞迪在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 对爸爸说 我不想在整个夏天都向你伸手要钱 我要外出找个工作 父亲说 好啊 我会想办法给你找个工作 但是恐怕不容易 现在正是人浮于世的时候 你没有弄清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要你给我找个工作 我要自己找 还有 请不要那么消极 虽然现在人浮于世 我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我相信总有些人可以找到工作 瑞迪说 父亲带着疑惑问道 哪些人呢 儿子回答说 那些会动脑筋的人 瑞迪在有事求人广告栏上仔细寻找 发现了一个很适合他专长的工作 广告上说 受骗者要在第二天早晨8点钟 到达42号街等待面试 瑞迪没有等到8点钟 在7点45分就到达了面试的地方 可他看到 已有20个男孩排在那里 他只是队伍中的第21名 怎样才能引起雇主的注意 而竞争成功呢 这是一个问题 他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瑞迪想啊 只有一件事可做 动脑筋思考 因此他进入了 那个最令人痛苦 但也是最令人快乐的程序 思考 在真正思考之后 总是会想出办法的 瑞迪就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 他拿出一张纸 在上面写了一些字 然后折得整整齐齐 走向秘书小姐 恭敬地对他说 小姐 请您马上 把这张纸条交给您的老板 这非常重要 秘书看着他 如果他是个普通的男孩 他可能会说 算了吧 小伙子 回到队伍的第21个位置上等吧 但是他不是普通的男孩 他凭直觉感到 这个小伙子身上 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气质 好啊 他说 让我来看看这张纸条 他看后不禁微笑起来 立刻走向老板的办公室 把纸条放在他的桌子上 老板看了也大笑起来 因为纸条上写道 先生 我排在队伍中的第21位 在你没有看到我之前 请不要做决定 瑞迪是不是得到了工作 他当然得到了这份工作 因为他是一个 会动脑筋思考的人 也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 主动思考 敢于行动的人 在被动的情势面前 怎样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凸显自己自信和个性风格 可以将你推向 与众不同的舞台 瑞迪的机制 正在于此 我们书友会 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1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1000个家庭 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